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上平往生了 你就做佛了 不但是做佛了 你是做阿弥陀佛 也许你要问 阿弥陀佛只有一个人 怎么可以有两个呢 那你就想错了 阿弥陀佛无量无边 依照阿弥陀方法修行的人都是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修行成功 但是向这个方向 向这个目标去走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菩萨 弥陀弟子就是阿弥陀佛菩萨了 你能够百分之百做到 你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生 你是阿弥陀佛无量身相的一个 如果每一天都折迫 每一天念阿弥陀佛 我们齐心动念 也与造作跟经上讲的不相应 念念还是是非人偶 一切造作还是干得损人力气 内心充满了贪嗔痴慢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样学佛 表面装得再像 国报依旧再散途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 也知道我们现前的处境 怎么能不认真 念佛堂念佛 这就是去做佛 可是要念得像应 一念像应 一念佛 念念像应 念念佛 如果念得不像应呢 那就是古德所讲的 寒破喉咙也望然 什么叫像应 什么叫不像应 这一定要搞清楚啊 一切实 一切楚 一切静养之中 这个静养物质环境 不论是顺经是逆境 语言是人次环境 不论是好人是我人 自己都能够保持住 没有是非人物 没有贪嗔痴慢 你的心呢 确实住在清净平等觉里面 这个佛号有力量啊 功夫得了 这叫观行戒 这也不是说 你每天念佛 念多少个小时 念多少万声 如果不像应 功夫不得了 我真没有把握 念佛人 不当在念佛的时候 要念得像应 不怀疑 不夹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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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怀疑 不夹杂 就是尽念 不见断 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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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念佛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不怀疑 也不夹杂 那个功夫自自然而不见断 这叫功夫成平 在平常不念佛的时候 也不会齐心不动 也没有贪嗔痴 也没有是非人 一切真正放在下 这是功夫啊 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这句佛号要念得像应 你不能不懂名号的义区 它的义离 它的去向 你要懂得 你要想懂得这句名号里面的含义 那你就不能不读尽 至少尽图尽论 现在 尽忠是无尽一轮 你要能够通达 你对这句名号念得会甚欢喜喜 如果你不知道名号的意思 念久了 就烦了 就讨厌了 不想再念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佛心哪里还会有业障呢 一念相应 一念生啊 净土里面没有业障 没有人 可是这个关键呢 是要念得相应 那么我们就要问 什么叫相应 这个我们也讲到很多里 最简单的 与清净心相应 与清净愈相应 与清净心相应 自己的心 心就是信心 幸运行 通通清净 也就是说 幸运行里面 都没有夹杂 都没有疑惑 这是跟大家讲的最简单 最不要的 这样念佛 这样修行 功夫就得了 这才是稀有之心啊 行上 只放一句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放下 真放下 他才管用我 我们这一般人 家亲全数 亲切最难放下的 财物 都很不容易 在明文里 不但不放下 念念在追求 这佛怎么会念得相应 怎么相应呢 彻底放下 彻底放下就相应 我们自己 要常常反省 常常去观察 我们自己 齐心动念 是不是与 舍物相应 你不能反省 不能够检点 不能改过 你就没有修行 你每天读经 念佛 文法都是不干了 齐心动念 与造作 都跟食物业相应 你还是在造业 你还是在 接受严重的污染 内烦恼稀气污染 外面是非人物 五欲六成的污染 你还会有出头的日子吗 你自己一定要觉悟 你来生到哪里去 到地狱去啊 这个话说的虽然不好听啊 是事实啊 你与物相应旁 念佛就是做佛 念菩萨就是做菩萨 念阿罗汉就是阿罗汉 那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 念什么 脑子里所想的是 念琴啊 念财色名诗碎啊 他念这个 念这个就变这个 念什么变什么 各万化同样 念什么变什么 这就不是佛了 佛是教我们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我们误会 以为一心专念呢 就念这四个字 行 还是自私自利的心 怨 还是贪嗔吃慢的怨 行 还是一切作物的行为 那怎么能往生呢 古人所讲的啊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含泼喉咙也枉然 就是指这一类的人啊 他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不相应啊 什么时候 我们这一句佛号 能够念得相应 什么叫相应呢 甚深佛号 字字都圆满居足 彌陀的心悦行正 这个人叫念佛人啊 我们拿这个标准 来观察自己 认真反省 自己就晓得 是不是个念佛人 我们度尽念佛 是手段 是方法 是门禁 我们的标准 是身心清静 行业清静 我们的造责 不是物业 也不是善业 叫敬业 这才能相应 你造的是物业 你所感的三物道手宝 你所造的善业 你感的三善道善果 学佛人修的是敬业 六道里头没有敬业 不相应 修敬业的人 那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跟他就相应了 所以只要一面发心 求愿完成 佛必定来接应 这一段事情千万不能复活